12月16日,2014二联浩特中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内蒙古自治区二联浩特市收官。 此次共有来自中盟两国共五支球队参加邀请赛,分别是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浩日墨汉队、扎门乌德市的苏勇部队及来自中国的三支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球队。 在16日举行的比赛中,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浩日墨汉队以6比3的比分战胜中国包头市健将足球俱乐部队,取得最后的胜利。 自今年9月,内蒙古自治区被确立为大陆唯一足球改革试点省份以来,当地大力发展足球事业。 以本次邀请赛举办第二联浩特市为例,不仅大力改建足球运动的基础设施,建设改造了近10个室内室外足球场地, 同时也积极引进和培养足球运动专业人才,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赛事,提高足球运动专业水平。 转参加工程度,打者赛事,敛事.